现在走上红毯的这个剧组呢 也会让我们的现场充满了甜甜的青春的气息 他们就是来自是我们甜甜的小美满的剧组的代表 让我们掌声欢迎 龚俊 刘仁宇 完颜 洛荣 李歌阳 高秋子 还有安永畅 欢迎六位 哇 青春席人 让我们的现场也充满了这个甜甜的气息 来 有请六位一起拍张合影 好 我们也做出七十致敬礼的手势 好 我们做出这个七十致敬礼的手势 而且今天大家的这个衣服的颜色也都是糖果色 真的是有这种甜甜的感觉 我们已经连续的有好几组的嘉宾 都是这种非常甜蜜的青春可人的俊男美女 可见我们腾讯视频对于少男少女的心中的这个梦想非常的了解 也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甜甜的聚集 好 感觉胖虎比了个馒头 好的 欢迎六位 来 我们各位走上传送带 来 有请 这边请 哎 没人管她是吗 自己走啊 好 小心 那至我们甜甜的《小美满》是继《小美好》跟《小时光》之后 又改编自赵浅浅的畅销小说的电视剧 六位演员在剧中的演绎让美好的青春的爱情故事 掀起了非常多少女心目当中对于爱情的热爱的火 来 接下来把画面交给达达 谢谢 来 欢迎各位 欢迎几位 来 请坐 来 我们先依次跟我们的网络前在收看直播的观众朋友打个招呼 来 有请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龚俊 在我们甜甜的《小美满》里面饰演的是赵泛舟 欢迎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刘儿宇 在剧中饰演的是古灵精怪的周晓 欢迎 哈喽 大家好 我是李戈阳 在剧中饰演的是蔡雅思 欢迎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完颜洛荣 在剧中饰演的是臭屁自恋的谢一星 欢迎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安永畅 在剧中饰演周璐 欢迎 哈喽 大家好 我是高秋子 我在剧中饰演陶琳 欢迎 什么 前面是 是三队吗 六个人是三队 不是 不是 六个人有几队 有两个单身狗 谁 谁 谁 哪两位 啊 请这两位离开这个直播间 哈喽 大家 我们 你们两个都留下来 为什么不凑一队呢 李戈阳 为什么不凑 话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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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这样的 其实只有我一个 啊 只有你一个 哦 对 哦 对 对 因为我也很惨的好不好 对 就 天呐 所以 并不是六个人有三队这种情况 对不对 其实 可 可能会在剧情中的时候就会比较有 不一样吧 比较有波澜起伏 对不对 对 对 因为这是一部非常甜的青春偶像剧 而且在这个我们看到这个阵容也是让大家很期待 我们每个人很简短的形容一下自己演的这个角色好不好 行 那我先说我饰演的是赵范舟 他是一个挺高冷的这个学霸 但是他 高冷学霸赵范舟 对 外表高冷内心很暖 很火热 很火热 是的 刘仁宇呢 嗯 其实周晓是一个那种大大咧咧 然后脑洞很大开 就是爱玩侦探的那种女孩 就是 爱玩剧本杀 密室逃脱 这种对不对 对对对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蔡雅思 他是一个IT天才 就是天才黑客 然后跟周晓是青梅竹 IT天才单身狗 我们两个是青梅竹 哈哈 就很无奈 就 也不是可能万一在剧情中我翻身了呢 哦 也有可能对不对 然后我跟周晓是青梅竹马 然后我们俩是一起长大的 青梅竹马 对 哇 这个两个还是一个培训班是吧 哈哈 可能也是培训那个剧本杀什么的 一起培训剧本杀 对 好 我在剧中饰演的谢一星 他是一个特别阳光 运动细胞特别特别好的一个 自恋的大男孩 对自恋 迷恋自己的身体吗 还是什么 不只身体吧 就是一切 一切 迷恋自己的一切 对一切 你现实生活中是这样的人吗 不是 不是 他是 他是不是 他是 他在现实生活中怎么迷恋自己来刘仁宇 对 哇 他真的刚刚一直在跟我们唱歌 唱那种很老的歌 很老 以极力要把我跟他的年代分开 对 就每天在秀身材 真的吗 在你们面前吗 对 是 是 是秀肌肉还是什么 没有 就是因为喜欢运动 喜欢运动 然后因为我们组的演员 基本上都有健身的习惯 包括高秋子吗 对 哈哈 这问的好犀利 我是消灭这些火锅的人 因为他说 他一直说我们组里的演员都有健身的习惯 我就问 包括高秋子吗 哈哈 所以男生身材说实话 你觉得谁最好 应该是 龚俊吧 我想说他自己他犹豫了一下 没有 他想说自己 李克兰你公平的来讲是龚俊还是 呃 呃 其实我也没有看过欸 对啊他没有看过 你也没有看过这话 你觉得自己身材怎么样 我 一般吧 一般 高秋子你来好好的评价一下 我吗 对 三位男 你们要不现场给我看看 哈哈哈哈 怎么你在剧中一直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和权利 对不对 我哪敢呀 一个是我的高中好朋友 谁哪位是你的高中好朋友 呃 周小刘仁宇 哦 刘仁宇 嗯 对我们俩阿姨 然后都是我的大学宿舍室友 都好朋友 我不敢碰 你在剧中的歌姓是什么样呢 我我理解的陶灵就是高秋子本人 高秋子本人 就是又爱吃 然后有时候一些鬼马点子啊什么的 然后说话也挺逗的 那安勇昌演的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呃 我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就是 敢爱敢恨 然后直来直往 呃 特色 我们剧组的特色就是互相拆台 互相拆 互相拆 这流人语 在剧组里面的人设担当是什么 不是剧里面是剧组 人设担当 你觉得我人设 我人设担当是什么 呃 女生 呃 那不还是男生 活跃气氛吧 活跃气氛 活跃气氛 我们女主角在我们剧中 剧中负责的功能是 活跃气氛 我怎么那么惨 你们太会介绍这部剧了吧 搞得我都很想看欸 所以难 所以你在剧中负责是 哦 我 剧组里负责什么 剧组里面 负责 他就负责耍 耍帅 耍个帅 耍帅 耍帅 好 我们现在把手指指向天空 我问一个问题 大家觉得在剧里面 最自恋的人 是谁 3 2 1 可以 可以指两个人吗 可以指两个 只能指一个人 只能指一个人 好 请获奖的这一位 发表一些感言 王妍洛容 你自恋 你骄傲 对 就是我觉得 对自己自恋跟自信是两回事 嗯 对 所以 有点自恋没有关系 代表对自己是极度的自信嘛 所以大家一人用一句话 最后跟我们的所有的剧迷们 观众朋友们 粉丝们 来推荐一下这部剧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追着看 好不好 来 从高秋子开始 突然被cue 有点紧张 没有 我就是觉得 生活 压力很大 每天都很苦恼 你们就应该有时候静下来 在吃火锅的时候呢 然后可以来看看我们 甜甜的小美满 然后呢 在 心情不好的时候呢 也可以过来看看我们甜甜的小美满 然后在跟 男朋友谈恋爱 或者跟女朋友谈恋爱的时候呢 也可以一起让自己的生活更美满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剧必须得看 怎样都有看 小美满 说得好 嗯 首先我们这部剧的 那个编剧很棒 然后导演团队很棒 然后那个 所有的演员的颜值和演技都很棒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够期待一下我们这部剧 谢谢大家 谢谢 其实听完你这么说 我觉得最自恋的不是我 你知道吗 OK 我觉得我们这部剧吧 就是因为所有的人 其实提前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非常多的力气跟精力在 事前的一些训练跟准备上 然后我觉得大家用心去感受 大家用心 我们加在一块 所以 非常推不去推荐这部 至我们甜甜的小美满 谢谢 大家也听到我们的名字了 甜甜的小美满 就是我们这个剧情中 会有很多各式各样的 会有很多人的恋爱经历 或者是想要去体验的感觉 感受体验 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尝试着去看一下 我们甜甜的小美满 这部电视剧 看你接完最后一次 因为 对 对 我的话就是 要想人生过得圆圆满满 那就一定要看 致我们甜甜的小美满 真好 我自己夸笑自己 好 一句话总结一下吧 大家的那个生活压力 肯定平时都挺大的 那看了我们这个剧呢 会让大家生活的更甜 甜到掉牙 对对 开个玩笑啊 就祝大家生活圆圆满满 更甜更美更满 对不对 对对对 谢谢 再次的谢谢几位 谢谢 谢谢 一定会准时收看的 谢谢